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数据 正如标题一样,今天要跟大家说说 MetaQuest Pro,也就是去年Connect的大会上 亮相的ProjectCompolia亮场订稿的事 意味着Meta的新头衔在总体硬件层面 已经正式敲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了 信息来源是国外专攻VR硬件领域的博主布拉德林奇 他有一手的国内外供应链上的信息 包括认识部分已经用上MetaQuest Pro的人员 当然下面说的这些信息全部还是根据情报线索推理得出 仅供参考 据悉Quest Pro不会用上新的XR处理器 依然是雷达不动的XR2 倒是会比目前多加一个分散 用更好的善恶来尽可能的优化释放XR2处理器的性能 其实约翰卡马克之前也提过 XR2用的激进一点 对于目前来说依然是绰绰有余的 主要是Quest 2它的主CPU内核实际上是Meta自己降频的 如果有更先进的冷却系统可以大大改上CPU的处理能力 甚至GPU做到超频 当然理论是理论 我个人希望只要能把默认的游戏渲染实际分辨率标准提高到1600x1700就行 手柄方面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没有追踪黄 而且改成了充电电池状态 这次根据新情报是发现了手柄的搬机键有更好的立法会装置 大家可以看画面里的这两张图片 左边是Meta19年的一个专利 右边是去年曝光的Quest Pro教程指引动画里的手柄截图 几乎完全一致 屏幕方面用的是单眼分辨率2160x2160的miniLED材质 目前给到的刷新率是90Hz 听上去熟悉吗 因为跟爱奇艺奇遇3 魏普的G2和玩出梦想YVRDK1的分辨率一模一样 只不过Meta用上了mini LED与普通的LCD面板相比 mini LED具有更多的背光 可提供更好的对比度和更深的黑色 本质上可以看作过度阶段改良增强版的LCD 所以根据前三台的价格 Quest Pro屏幕的升级会是成本增加仗比很大的一块 当然用上mini LED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折叠光学 这一点Meta在自己的发布会上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毕竟折叠光学也会是2022年开始VR一体级的标配 至于视野FOV这一块 根据使用过的人的体验说是没有明显的提高 倒是同距调节会因为眼动追踪的加入 能让你轻松找到自己合适的同距距离 因为现实里大家都说同距要去测 但实际上都是拿到设备之后 哪一档第一眼舒服就用哪一档 Quest Pro眼动追踪功能加上算法 应该是可以告诉用户准确的同距 不过消息来源没有具体了起同距调节的数字区间 此前Meta考虑过要学习PSVR2那样加上面部震动 但是后来发现效果很不理想 所以这次亮场定稿的一大动作就去除了面部震动 只留下了面部追踪 头戴方面 大家看预告视频和之前的扫描图应该都心里有数了 再加上折叠光学减少了体积 那舒适度方面是不用担心了 而内置的扬声器设置跟Quest Pro一致 且多增加了一个麦克风 这样用户在聊天时就能通过技术改善背景音和维生问题 不过这次关于头显上摄像头的数量 分辨率啊 还有手柄里的传感器摄像头这些细节参数 不拉的灵奇都没有细说 这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些悬念 但是最后需要给大家交一盆冷水的是 去体验过Quest Pro原型的人讲 虽然有提升 但没有感觉到对比Quest Pro有什么太大的飞跃 其实也可以理解的 毕竟原型机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内容层面的配套 发挥不出诸如眼动追踪这些新功能的优势 另一方面作为大心脏的处理器也没有升级 所以我觉得大家占低期望值是好事的 当然我觉得Meta最大的能力 其实还不是大家经常说的内容生态好 尤其多 而是不断迭代系统带来的新体验 这几乎已经是成了Meta VR一体机的传统了 所以眼动追踪和面部追踪 以及更好的手柄所带来的提升 终究还是要落实到实际的应用上 最后呢 我个人估计一下可能的发售时间 大家首先要明白一点就是 发布亮相和发售是可以不是同时的 当然我说的不是宣布发售 然后隔一个月等经销商到货的这种时间差 举个例子啊 Oculus Quest第一代 是在2018年9月的Oculus Connect大会上 正式发布亮相 且公布参数和游戏阵容 到了19年的5月才公布了发售时间 和开启当月预售 那到了Oculus Quest 2 是2020年9月的Oculus Connect大会 同时亮相和宣布发售时间 很多人以为 Quest 1到Quest 2的时间差是一年 实际上从亮相算起 满打满算是两年 发售日算起是一年半 这个时间预值肯定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之所以给人一年的错觉 主要是因为在发布一代的时候 Oculus准备不足严重缺货 以及高通的进度慢了 所以19年底高通宣布了XR2处理期之后 Oculus可以很从容的超出大众预期的 在第二年就直接发布了Oculus Quest 2 那我们回过头看Quest Pro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包括我 都觉得如果Facebook去年 在Connect大会的第一重要的事件 不是改名的噱头的话 就会先让Quest Pro亮相 毕竟那个明显经过剪辑 所以才没有打开的黑色箱子 和大会之前泄露的Quest Pro教程指引动画 都证明了他们有过这个想法 假设去年先在Connect上让Quest Pro亮相 到了今年上半年的F8大会上 宣布发售时间的话 这样比起Quest 2就是相差了一年半的时间 其实针对Meta例行的上半年的F8大会 和下半年的Connect大会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苹果的春秋亮季发布会 目前Meta急于在三月末就对最终亮场定型 很明显这个时间表只会往前挪 而不会往后拖了 考虑到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觉得最理想的方式就是 在今年上半年的F8大会上 亮相Quest Pro的时机和公布参数规格 然后到了今年下半年的Connect大会 在宣布发售时间赶上年末下期爆卖一波 当然以上都是我个人的预测 不对未来任何实际情况负责 分分钟被打领也是很有可能的事 对于持币代购全新VR一体机的朋友 也是仅供三好 毕竟这波亚马逊快速出的持购 已经跌破2000块 不过无论你多么纠结 我也只能说等等党永远不亏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